暴力有時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坐監力人生更精彩 公民黨的帶狀 經常都自以為抽水抽得很好 但其實是很離譜的金句 昨日立法會議員楊岳橋 又說了一句抽水的金句 醫護都不能在他崗位出現的話 對病人提供照料的話 受害的都是病人 別在這裡和我道德勒索 道德勒索 所以我們當然支持醫護 當然支持他們罷工 當警隊說就算陀槍 如果獨立調查委員會陀槍都會示威的時候 都會罷工的時候 有沒有人出來 政府中人有沒有出來譴責過他們 為什麼警察說 你就要害怕 醫護說兩句 你就當他們 就是你要將他們綁上這個道德署 道德署 道德署 上面 哇楊大壯 又想將醫護的問題 立刻轉而視線到警察的身上 根本就是比意不倫 難怪有人說選舉接近了 社會大眾擔心醫護因為政治問題罷工 在疫情的關鍵時刻罷工會危害病人的安全 合情合理 其實是不是你想推薦醫護去罷工 要脅政府實行封關 這些又算不算是勒索呢 哇你這樣想撥大帽坐下 法例規定了警察是不能罷工的 而且你們經常鼓吹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只是想針對警方而已 你貴為大狀 沒理由不知啊 你還這麼受罪 人類都要豬肢 整天無所不用奇蹟去吹水吹得就吹 難怪那些暴徒都不喜歡你 想和你割蓆吧 說你那次拿著把催淚彈 想去美國亞洲協會聚會 唱上香港的時候笑吟吟 令人好心寒啊 請你們看看 你們的票助養了一個這樣的賣港賊 你們一個一個都是撞送香港的賄子手啊 支持罷工那些應該是黃絲 他們無時無刻都找機會希望人罷工 甚麼和你lunch up 阻人搭車 破壞交通燈 叫解散警隊 根本就是想香港死 反對派有熱誌今次的疫情 散播仇恨意識 令到國內人敵視香港 他們不停疏擺分化攻擊我們 為的是攻擊一國兩制 要瓦解這個制度 從而獲取利益啊